近日疫情再度有回升趋势,全城关注会否即将进入第四波,限聚措施随时又再收紧,面对多项不确定因素,相信已准备就水的新盘将全速前进,赶在本月内推售,世纪疫情冲击,打乱新盘销售部署,尤其是大型住宅项目,涉及千火规模,发展商不会谋然轻举妄动推售。 新世界017旗下大为柏奥装乃今年触目新盘之一,随着涉及783伙的一期,以及涉及1415伙的二期,均获批预售楼花同意书,推高9月份获批售楼指数字,然而,疫情仍未受控,新盘推销步伐可谓行三步,退两步,相信在疫情有机会陷入第四波前夕, 一手市场将加快速度散货,新申请预售楼花方面,出现零的突破,为预料普遍发展商会静观未来经济前景,才决定申请预售楼花, 除了大为站新盘柏奥装外,黄竹坑站上盖新盘及顺志083牵头的元朗感上路项目, 均被视为铁路焦点住宅新盘,项目推售进度相信会视乎发展商获批预售楼花同意指的情况移定。 而由于美国大选在绩,在国际局势未明朗前,大型新盘取态了审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